苹果iPhone15系列机型才刚推出没多久就出现了灾情 民众发现手机有过热发烫的状况 看影片或是滑IG一段时间 大概半个小时吧 就会感觉变热 是会有点担心啦 会不会手机会坏掉之类的 或者是有使用安全上的问题 真的很担心手机会不会烧坏 有iPhone相关脸书社团 网友发文说看了10分钟以内的YouTube 导航也不到10分钟拿起来看的时候就热热的 滑网购也卡卡致电苹果询问 后续硬体检测却都是正常 也有人留言说才刚设定完30分钟就发烫了 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到底应该怎么解决 使用上通常现在比较热的地方 集中在镜头旁边的区域啦 系统跟软体上的bug 可能之后会推出是iOS的更新档 更新版本去做修正 苹果官方也说过热 无关硬体或边框材质 也不影响手机长期效能 iOS17的漏洞跟错误 未来将会进一步更新修正 另外改成Type-C充电 也传出拿非原厂的充电线去充 因为单排9帧跟11帧的差别 也会导致电池出问题 苹果采用业界统一标准 因此支援这个标准的线材 都可以拿来帮iPhone15充电 不过新手机有状况 民众难免担心 就看更新之后能否改善 TVBS新闻中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